一人Melody今日在脸书抛下震撼弹 吴玉锦宣布与大15岁企业家吴玉琦结束17年婚姻 并在脸书写下 每一段婚姻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 这一路来一直都不容易 彼此双方性格与思想理念差距太大的状况下 让我们失去了关系该有的平衡 而两人经过多年的坚持与努力仍未果 他表示 我们双方同意勇敢面对 处理与放下 并且祝福彼此 和平之下结束婚姻关系 而Melody脸书以许久未见老公同框照片 最后两人同框照是2019年8月30日 他吃饭团与老公自拍赛恩爱 还说 婚姻的相处之道 简单就是幸福 当下饭团胜过珠宝钻石 然而随后的四年再无与老公同框 Melody在2006年透过姐姐介绍认识吴玉琦 闪婚后淡出演艺圈 育有二女 而南方的背景也再度被挖出 她达上一台币 有个名媛姐姐吴玉美 姐夫是犹太义富商薛志伟 身价近280亿台币 薛志伟后来与歌手唐娜在婚 当时吴玉琦还带着Melody出席唐娜婚礼 Melody过去曾被医生判定无法生育 她曾在节目聊到求子路艰辛的话题 当时她被诊断宣布子宫内膜严重沾黏 加上有巧克力囊种 经历两次试管婴儿都没有成功 甚至非美国 非北京 经历数次人工受孕 前后花费100万元台币 取两颗卵更造成内出血差点丧命 直到结婚第四年自然怀上第一胎 Melody曾坦言 自己刚生完第一胎时有产后忧郁 每次与老公吵架都是为了小孩 她透露有次老公出差完回到月子中心 第一句话竟然是说我要去按摩让她超生气 Melody曾在节目透露婚前老公长线殷勤 为了追她跑到泰国 美国LA 结果婚后老公就变了样 有次夫妻俩冷战两个月 最后还是Melody自己摸摸鼻子先回家 更透露有次婆婆跟他们夫妻一起出游 没想到先生突然从神队友变成猪队友 突然间变得不像她的先生 让Melody感叹 男人只要回到她妈妈身边 你不管把她训练得再好 她就会变成她妈妈的儿子 那时候的她非常无助 每天哭 觉得人生好孤独 更觉得两人婚后有了小孩 老公就像变了个人 有时候在家觉得自己像隐形人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觉得我保持的还OK 她举例老公有时候出差 出国 却没有跟她打招呼就直接离开 让她感到十分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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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感到十分不解